看看新闻榜 是第一次 所以对我而言也是 有一种蛮奇妙的感觉 时隔九个月公开亮相 乌佩兹却宣布了 一个劲爆的消息 那就是入行20年的 他决心全面退出娱乐圈 其实我没有要付出 我打算全面退出娱乐圈 就我打算以后再也不工作 然后专心在家里照顾小孩 去年12月 乌佩兹曾表示 产后瘦身完之后就举办婚礼 一晃九个月过去了 乌佩兹已经守成了一道闪电 但传闻中的婚礼 究竟在哪呢 有成家的打算吗 对 然后反正到时候会通知大家 但反正我人生的目标 已经很明确 我就很享受当妈妈的感觉 所以我打算要生更多的小孩 我的目标是五个 该不会是想五个娃都生完 再办婚礼吧 说起来 未婚的乌佩兹 从宣布怀孕以来 她的婚姻大事 就成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一会儿出个女性引儿来搅局 一会儿又有男朋友季晓波 放出绝对不取的消息 我自己也没有神奇 因为对方比较神奇一点 我自己其实还好 我想说 因为当艺人这么多年了 什么事情不会发生 再荒谬的事情都会有 那既然我又怀孕了 如果我哭啊 我不开心的话 我觉得会让肚子里的小孩也受伤 吴小姐一路辟谣 渐轻自己会风光出嫁 但就是不给大家准确的时间 甚至还放出过和范爷一样的豪门宣言 又准备好嫁入豪门了吗 准备好要嫁入豪门了吗 算了 我自己已经那么努力存钱 其实嫁不嫁豪门都无所谓 但是就反正现在就还蛮开心的 最后问题来了 吴小姐这婚礼到底还办不办呢 原来新天地台北采访不到 好